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解受 不许解 不许解到他们都会维系 呼吸呀或者耳根冷空 你觉知到没问题 但是你认知了他 认知他是光明的非爱的 你这种认知是你知道吗 已经被他转了 你觉不动没问题 你觉还能不觉嘛 越维系越好 你连你的呼吸 你每个汗毛都觉知道 那你是说你很亲近吗 但是你不要去定义它 但是你会很执着一个好的境界 假如你觉得你处在黑暗之中 你全身全是砸穿流能 你坐在那儿 假如我全身觉得 我怎么看见我身上全是虫子 全是笼 身上怎么头上爬这个乌龟 如果你这样觉知到 你会不会把它扔掉 你能不能如如不动 你马上就定义 这儿有个乌龟 这有个毛 你马上就不行了 我是说你分别它 你绝对可以啊 你绝之不怕 你还是缺法界 你要把三戒六岛缺法界 缺绝之道 那就什么是神通了 坐在那儿 你坐在那儿 三戒六岛什么寥寥分明 但是你不要被它转 你不要去改变它 或者是要什么 你不要要光明 不要黑暗 不要去定义它 所以还有 是耳根也定好 还是用陪伴 耳酷心 绝而不动好 绝不动一段时间 就是耳根绝通 啥也不绝 啥也不绝 不要记着那些法门了 没啥法门 学放下 你就是放不下 我告诉你 你心里边 你心里边 这个修行就是件事 你要是不修行 你马上就觉得 我在浪费生命 我在活着有啥意思呢 是吧 你这个修行的痕迹太重了 修还不修 你不能安住在一个 不修的那种状态 安住在不修的状态 就是修行 安住在不修的状态 就是修行 不是散乱在不修的状态 你心里边 修行的痕迹很重 你一定要修个什么法门 你才安心 法门是工具 你一定要把个斧子挂在这 或者锤子挂在这 你就觉得凹血了 有这个锤子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扯到了 我一直说 那个是个工具嘛 你是一直那个锤子 解决你的障碍嘛 修行 它这个法门是 我散乱 所以我要专一对质 是个锤子 就像有个丁子 我要敲它 你现在心里边 是什么障碍 需要个锤子和斧子 你心里边没障碍 然后呢 先把这个锤子和斧子挂在这 万一有了呢 这就是气传 背着船上来的状态 你知道 但是你说 哎呀 我还是挂两个 问问 不是有锤子好呢 还是斧子挂个锤子呢 还是挂个斧子呢 我说你先不要动 你有障碍的时候 用哪个拿哪个嘛 你说 先预避着老师 我先预避着 我说你挂着累不累 是不是 你先放下它 把锤子斧子放下 那俩工具先放下 你先安住呢 休息一下行不行 你的心就是挂着 知道吗 挂着法吗 挂着佛法 你甚至没挂佛 是啥 挂着佛法 告诉你 挂着法 法 法质 你恨不得把三藏十二本圈装进去 把全世界的法文学完 你不就坐着干什么 坐着干什么 是啊 坐着干什么 想一想 那你坐着干什么 站着干什么 活着干什么 到最后就会 活着干什么 不是就像你刚才说的 呼吸干什么 就是那个 不呼吸不行吗 那些法门不是 不是 用哪个 都不是干什么 用哪个 是因为是 对治了你的问题 你有啥问题 你就用哪个嘛 他说我咋念多神了 我说你就念佛号 你念仪念代外念 你就专注了吗 或者你一守一个地方嘛 你知道法门不可能成佛的 你知道 修法门都不得是你破相 你破不了 你要直接破了就不用修法门了 是不是 你是佛是吧 是一个真的佛在那 你为啥现在你世界不出佛来 世界不出真空啊 你对佛 你对真空的了解不行 是因为你着种种像啊 你的真空里包含一切像 因为你着了一粒微尘的像 你的真空都会倒上 你的真空就世界不出来 你就不在佛的果位上 知道吧 你别拿着一粒微尘 三千大千世界全在你那 你找什么 你现在 我可以不找人世界的 你找不找光明啊 你找佛菩萨吧 你找法相吧 那些也是 也是 也是 三千 也是你真空里边的像啊 你找一点点东西都不行 你执着 我要 好的境界 不要坏的 我稍稍坏的 我就觉得 你那种 那种心态的波动 你能对微细的看到自己 我是不是退不了 你永远安住不在真空的位置上 我退了 我禁了 我贴近了 我是不是成了 我是不是没成 我都需要个认证 我觉得我成了 你这种 这种波动 你一直没安住在一个状态 当然安住在也不能说有一个状态 但是最起码你的境界能失陷出来 是吧 你失陷的三维 就像释迦牟尼 他也是有个状态失陷出来的 是吧 那现在 我打住吗 但是不打住 但是打住不是干什么 现在就 他打住 你先停下你的脑子里这些东西 你就说 我打住吗 我不打住 打住又为什么 你看 你就是想吧 你就想累了就行了 你就没停 就这么想想想 不管打坐站着坐着戳着 只要你有空气 你是怎么这么波动着 这种法的抉择 凡复跟成佛的这种 国畏跟凡复的境界 国畏的境界 凡复的境界 国畏的境界 你就这么波动 你能不能停一会儿不波动 这就是啊 那就是啊 你知道不 你停下来就是啊 然后你又不敢信 因为你佛的境界 国畏上的神通境界 对你心想太大 你太想成为那个东西了 就是国畏上的神通 气脉的转化 所有的那些境界 你国畏上成就 成就的那种幻境 32小八十随形和那些幻境 切安住 切安住 回到空性里了 那是空性里面生出来的 知道吧 空性的 空性世界出来 你没在空性里 怎么能世界出神跌神通呢 你还一直没回来 一直有波动 法治 尤其法治 嗯 还有你有受折项 其实一直 我年龄大了 这标准的受折项 小小的 我就愿意打住 必须要每天坚持 假如我先从那个气脉的 就不痛打 嗯 那坚持有啥问题呢 你请问啥呢 假如我坚持打住 打住不知道干什么 干什么 你不是说打住气脉能痛啊 那是坐在那里 不知道干什么 那就先打了喝茶了 喝茶也觉得又不安心 觉得还是打住保险点 喝茶肯定 这跟朋友远了 我记得以前 百年跟你说过 他也 我记得前几年 百年跟你说过 他说 他不知道打住干什么 我现在真的有点像 哦 像他了 我也不知道 他打住干什么 是吧 你没啥你就想得多 咋念 就是那种 而且法质很重 就是有一点 争作于法 还有博物上的境界 有所求心 你慢慢去想吧 最起码你 想打住干什么 就算是没有达到 流息壁进空 没达到那个壁进空 能进进去 最起码 有时候 你这么就 你不呼吸了吧 最起码呼吸也停了吧 一刻也没体验过 七十一种麦菌 你一直在分别 我们不是非权者 他们这个不是跟你们说 那个大叔 因为他随便分别 我现在觉得 因为有什么 就是有些人 因为啥就是说 我做这个 你都给我 我是一切 你为什么不想 你是雨中的容器 你把自己拋掉 你总要坐在这儿 你休息说 哎呀 我是雨中的雨 所以一切都在我这儿 那我可能坐在这儿 我整个修 我自己不修了 要非想在那儿打住了 我就说非想 直接你给我修去 我没有啊 你怎么这样想呢 总是一自我为重心 你们想念头都是说 我 我包含一切 永远说我生万物 我就大人就杀掉 我是怎么 我怎么 一小不是他怎么 他怎么 你老说 对吧 老把自己也犯得那么重 对吧 对吧 就是去想让你是 法界一切 无我 永远是个东西 一切都包含在你里面 我包含在你里面 我包含在我里面 就有一点另外 你跟万物分离了 你有一点点我 就一 你没成大的我 你跟万物是分离了 你的能量怎么能够呢 安住在当下 清静 不可以 安住在当下 很清静的 安住当下 安住当下 不在空间 你别自己可 你不管在做些什么 还是在做些什么 还是在做些什么 不可以啊 你在哪里 安住当下 很清静的 不在空间 这边也对 可以说高丁 光明黑暗 但是不在做 很清静的 但是不在做 在人 为什么跟万物分离 在这个 外相 在这 可以做些什么 很快 也不停 在当下 很清静的 他过去为了 通过给你脑子 拿出去 把通过给你脑子拿出去 把通过给你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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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下的片刻 是不通过的 而且寥寥和你 是周知的一些 不是别说的 对啊 寥寥和你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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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 你从我叫你脑子 玩了 啥不知道了 大到一片空白 或者我最早了眼泽 对啊 你们都知道 我说我的 天马晚到 这些地方 应该就知道了 但是 我把它放在上面 这儿快去 你跟他一起的世界 它是天安静的 你现在就在那里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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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放就可以 他没嘴叫便了 你这叫我们即便 你不要管它 你便你的 故里 Pey现出来 最重要的事情 你们会 Soci floor 不知道 切成这儿用了 我现在用了这块都不错了 把这块都已经抛了回才行 不会有病 没裂出来 我觉得自己 每天在你的老气同学 就越来越好像酸过了 你知道为什么不屑正常 你就好像很恐惧这种状态 就好像无所谓 你一直遭了那些境界 你心是没有染过的 心除了你不过 也没老过 也没年轻过 也没有什么 心是不动的 你知道吗 你一直没安住在心上 你一直安住在境界 甚至你说 哎呀我不去修学 好像我这段时间 起码没有那种 不明的 又恢复放光的那种境界 我如果不修 我这没有 那里是你 而且我觉得我真的也不咋的 而气蜡也不咋 我觉得我越来越漂亮 身体也不舒服 我觉得好像太多了 因为 原因是 都是你的心 还是你的这些 性格上 对吧 都是很常人 你看你的心 真的有没有安住在 那个不共的 不生不灭的那种 不生不灭的空心那种 原来这个真理 就是 从来不失 你不会拥有什么 也都会失去什么 你没有安住在哪里 也都会失去什么 也会不生不灭的 就是微信的不断去寻找 真空的那种 不生不灭的那种 不生不灭的地方 安住感的不够 持续是你的 一个性格上不够 这个世界一切都跟你们关系 另外就是 所有的万代法 所有的万象 跟你们关系 那么多奶啊 三十二校八十学习后 要在这个世界习写需要灵活 多多散行不行 心头下到 绳便是打开轻慢就行了 心发到本来是七二 那么多奶啊 奶就奶在大家着笑 始终着笑 始终分别 始终要这个不要没有 始终在取手 那个心始终在动 而且在这个乱动的心上 我喜欢一个快乐的 我不要这个烦恼 这就修错了 其实这个不是你修 不止是你修错了 因为始终说 这个快乐的 这个不快乐的 这两个东西 始终是两个动力 是一个手心手背的问题 你有个快乐的 想不叫有个快乐的 你不要管他 你永远不动 但是要一段时间 不是你一秒钟两秒钟 你就能成到 一段时间以后 慢慢慢慢 这个快乐不快乐 对你都会有什么所谓啊 一受就空了嘛 决受就开始空了嘛 但是有个决受 就不会影响你嘛 先从心性上说 那身体上的觉神 开始哄着掉嘛 你说啃啊 剧烈的有人打你啊 但是心性上骂你 就先从这个骂 因为这个没那么困嘛 他又没把握你 你知道吗 就是人手心里面觉得 不舒服嘛 污足嘛 就是人主嘛 先从心性上来 因为心性上 对你的身体伤害没那么大 不会让你死掉或者什么 先从心性上说嘛 而且到最后也是心在成佛 不是你这个肉体在成佛 肉体是幻想的四大结构 那心是有限的 是心在成佛 同时我们本来就是佛 所以但是佛是什么 我们一直不知道 因为我们佛认为佛是个佛像 人心里有个佛像 佛说佛不是任何事 好我们就不知道佛是什么了 那么OK 我们就所有的经典都告诉你佛是什么 所有的经典都快都告诉你 只想说你看那个就是佛 你看那个就是佛 它叫空性 叫自性 叫心 叫法性 叫如来 叫佛 不是一个都是 就是叫这么 然后所有的经典都告诉你 你看佛所有的所法就是拿成这纸给你看 因为它无性无性 它没办法说 哎呀它是个手机 它是个什么 它无性无性 它没有一个学校用出来 所以可能说没办法说这个东西 它不单单指给你看 你往那边看 看过去就是 这就叫人心借性 借到 看过去 顺着它那个手指头看过去 已经借到了佛 借到了佛 所以就是弄成了那个无性无性的东西 因为我们本来是 所以顺着佛指的那个方向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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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就知道 哦 我是什么了 现在你认为你是这个吧 但那个你出来就知道 从这个离别就看见自己的佛性了 现在我看不见佛性 看见的全是烦恼 全是不开心 或者是全是生老病死 看见生老病死 看见无常 看见烦恼 但是有一天你会看到自己的佛性 这种人心借性了 所有的经验都是指给你看 看你里面有个佛 有个是佛 但是我们不了解 所以借由对佛的逐渐了解而成道 修行就是 你对佛越来越了解了 越来越了解了 最后你知道佛是什么的时候 就知道了 所以没那么难 是我们男士出现在什么问题上 我们本来是寻找佛的 寻找寻找看见饼子了 然后就去弄这个饼子去了 就跑了 就是被这个饼子诱惑了 我们去吃饼子去研究这个饼子大小 哎呀 这个饼子怎么会弄得这么好呢 这饼子怎么会佛的 这饼子怎么会佛的 这饼子怎么会余的 你不去找佛去了 你去研究饼子去 就被这个世界的其他事情牵引了 这叫诱惑 牵引了 被这个饼子转了 你知道吗 就是被他诱惑了 牵引了 我们在这些事情折腾 忘了自己要找那个佛了 所以佛不断地指引一看 你不看一直看那边 对吧 所以来就来到这 如果你不被他诱惑 你就一直看他在嘴里头 但这个世界一般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总是 我们在休息休息 我们要顺着佛指的看那个佛 突然是一个结束很烦 然后你就说 我这个烦是一个矿民体的 是怕骂了我 我就解决这个事情去 这也是比较文章 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烦征服了 我为什么烦呢 我要不烦 我要不烦 然后呢 我要解决这个事情才不烦 或者是该解决 还是不该解决 不管你想烦还是不想烦 你这种折腾就已经是跑掉了 你想烦或者不想烦 你这么乱折腾 你就不再搞掉 就像你已经去 遇到这个事情转了 你已经不再休息了 很多人休息了 我说很多年没有见性 没有看到如来 看到我的本身 所以经常被这些经纪管 经常走差了 经常就跑到 到小楼上去玩去了 就是那个 坚持坚持也不是那么的 见到我们本来的佛 见到我们每个人那个佛 我每个人就是佛性的话 你就 我说你就基本上就知道 所有的很多问题 都自己搞掉 不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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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准备了 不是准备了 我给你操作了 很小心 一个 你 不准备了 我 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